歡迎收看世代對話 我是藍論 我們希望透過不同世代的對話 分享讓彼此理解 關於這個軍公教的待遇問題 日前行政院透露 軍公教將在明年調薪的幅度 將近百分之四 渴望創二十五年來的最高挑撫 除了待遇問題之外 軍公教的退伏退休機制也是問題 二零二零年底 阿美組的監察委員洪一章表示 原住民軍警值人數偏低 因為軍職的特性是具有一起短 退出早離退率高等等的特殊性 應該要研議相關的市任轉職的機制 針對軍人退伏機制呢 國防部就表示了會主動辦理借退原住民官兵職業的訓練 包括這個企業的媒合 轉任公職考試等等的方式 那麼也在五月的時候推出了國軍借退原住民官兵就業 就業輔導宣導的手冊 那麼究竟軍警退休後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呢 我們今天就邀請了三位來賓來分享 在他們的軍警退伍之後如何規劃 那麼在退伍之後遇到了哪些的挑戰 那他們又是如何有效的運用在軍警生涯當中 所學習到的各種專業應用並賦予在新生活賦予不一樣的色彩呢 以及對於國家政策輔導退役轉業的方面 他們有什麼樣子的看法跟見解 那我們先介紹今天三位來賓 第一位介紹的是金門防衛指揮部副指揮官退役的少將 股聖文 股將軍 大家好 我是股聖文 歡迎將軍 接下來介紹的是聯合勤務司令部儲備中心 退役上校必因書必上校 主持人 各位電視機前的朋友 各位族人 大家好 我是來自花蓮壽風鄉 從事有機農業的周必因書 歡迎上校 再來介紹的是花蓮縣警察局分駐派出所退休的所長 林錦生 林所長 你好 我的名字叫林錦生 我是來自花蓮縣 在花蓮縣警察局退休 目前在經營奔奔牛排館從事餐飲事業 你好 歡迎各位來賓的麗玲 首先在討論這個退休生活之前 我們在今年的國慶典禮上三軍一隊的拍槍拍槍演出 使用了我們布農族的童謠拍手歌 真的是經驗全場 那麼也邀請了原住民的團體 穿著傳統服裝演唱 SARS那個時候抗議的名曲 手牽手 表示我們一同來對抗新冠疫情 不僅拉近了這個軍警與原住民的距離 更團結了人民的心 我們先來看這段精彩的畫面 現在聽懂是紀錄片看見台灣的片尾曲 拍手歌 這是一首充滿希望與能量的歌曲 一隊隊員以整齊的拍槍聲 像這片土地上心情耕耘的國人特彩 我請禮讚 有一點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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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 kupo luckily 我心裡 Yoda 你察 eğico 咋就剪那jon 我心趁 Close 你的朋友 愛永遠在你座舊 愛永遠在你座舊 我們剛剛看到的畫面 是在今年國慶的時候 在整個三軍一隊拍槍的這個表演 所引用的布農族童瑤的 這個拍首歌以及手牽手 是由我們原住民的青年 好像是有六十位 做這樣子的一個演出 真的是令人感動 也是經驗全場 這個我們就想到 將軍在九十七年的時候 在花房部成立了兩支這個原舞團 這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 這樣子的一種創舉 之前好像通常沒有過 在軍中有這樣子的一個社團 那我想請教一下將軍的時候 當初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想法 要成立這樣子的一個舞團 而且成員好像都是 我們原住民的弟兄 那你退伍之後 這些這個團隊還在嗎 那你們當初成立這個社團 那部隊裡面是怎麼運用這個社團 當初成立這個演舞團 他有其的淵源在 因為我剛剛從金門 那個調回來 調到聯勤 那當時是聯勤的二支部 那因為聯勤的所有駐地 有部分 尤其是油彈戶 都在原鄉部落裡面 對 他在原鄉部落 所以為了要 當時的那個軍民的關係 是有一點緊張 所以剛好有一個 我的處長也是布農族的 就跟我建議講說 我們來成立一個演舞團 來拉近這個軍民之間的關係 那個時候就招了幾個原住民 大概只有十八位 十八位來參與 跟著到修林鄉 到海端鄉 到台東市 北南鄉 都分別去表演 沒想到這個 軍民之間 這個感情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之後 然後每年三節 分別會在修林鄉 跟海端鄉做表演 所以從那個時候 軍民間的關係就 越來越融合 後來事業越做越大 每個機關團體 學校 都希望我們去演出 但是因為軍人 他有戰訓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只能用 禮拜六或禮拜天 這個時間 那我們也非常配合 也就是說 既然能夠做到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就 就改成了 變成這些武團 越招越多 後來就變成招募 牧林 然後人 地方的任何的表演 我們都參與 所以所有的成員 都是現役的軍人嗎 對 都是現役的官士兵都有 是 那麼現在他們這個社團 還在嗎 還在 現在還在 這個社團 就跟上次 陸軍司令部集團結婚 他也把華蓮這個原住民舞蹈團 也把過去表演 就是把軍人的那份陽剛 其實加入了這樣子的一個元素之後 真的是一個敦慶慕林的好方式 那麼在我們的資料裡面 將軍退伍之後 其實也在積極地做個部落回饋的 一個動作 包括了 你成立了一個回藍軍的一個棒球隊 那為什麼想到要組成這樣子的 一個棒球隊 因為人家講說要活就要動 那時候因為在軍中的體能要保持好 因為在軍中裡面 你的體能要保持到最佳狀況 那退出之後你不能荒廢掉 剛好這個 這個是有專七起 就是七十五年班成立的 那我們就加入這個團體 然後希望這些退伍的軍人 有個運動的時間 然後又能夠凝聚在一塊 來交流一下情感 所以我們看這個將軍 雖然他在軍中 當然過那麼高階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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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階 但是退下來之後 非常的平易近人 很快的就跟部落打成一片 還有一位跟部落 的確是接地氣的 就是我們的畢上校 畢上校這個我們知道 你在從你的臉書上面看到 你退伍之後就直接的融入到 你現在的原生好物 你現在的農場 經營這個有機的農場 分享一下這個過程 本身你對這個花花草草 就有興趣嗎 還是什麼樣子的姻緣機會 是 其實從小到大 一直都沒有誤過農 唯一的經驗就是看著外公外婆 到田裡面工作 然後我們就在旁邊 就是到處玩耍 事實上真的從事農業的信任 完全是零 所以那個時候從軍中 剛退伍的時候 就直接就去考了外語領隊 跟華語導遊 那從事旅遊行業很久 但是後來因為旅遊業 慢慢慢慢就沒有這麼的興盛 也不想不願意在家裡面再等待 所以後來就回到我老婆 他們花蓮這個家族 就幫忙協助 後來看到他們在種菜的時候 也覺得說這個行業 應該是還滿簡單的 結果沒想到真的 就是爬入軍績的時候 才發現農業其實很深奧 所以後來就自己花了很多時間 自己學之外 然後還到了原住民的 技藝訓練中心 中心大學 還有農委會所屬的這些 地區的農業改良廠的 那個組織裡面 去上農業的課程 然後陸陸續續就開始 很認真 很專心的 就開始從事農業了 所以這個畢上校 他真的了不起 他的這個天生好物 也獲得了這個某某知名的 百貨公司來上架 真的是不簡單 分享這一段榮耀 好 其實我在務農 我一直都有一個夢想 也是我的願望 我希望將我們部落裡面 原住民的野菜 要把它變成商業化 所以我在這幾年 一直花了很多時間 在部落裡面在尋找 有哪些野菜 可以當成我們部落 商業化的一些商品 後來我慢慢就找到了 尤其是以現在目前 我們台灣原生的 木憋果為主 我就花了這幾年的時間 甚至到了宜蘭大學的 生物資源研究所 針對木憋果 來做這個 我的碩士研究的這個題目 然後現在開始在輔導 我們的部落 希望能夠從 大家所講的 只能在家裡面吃的野菜 能夠把它變成商業化 變成量產 我就要把它裝在 這個小小的蔬菜箱裡面 來統一販售到全台灣 那這次 因為我拿了 原民會的一個 專案補助的經費 今年就將木憋果 就研發了三項的產品 這次就很大膽的 就跟承辦的這個公司 就報名 我這次就到這個知名的 這個百貨公司 就將我的產品 就帶到這個地方來做推薦 希望能夠藉由 我本身的一個經驗 能夠將我所有的 農業上的知識 都可以帶給我的族人 那未來甚至 我還想成立一個合作社 然後大家來做共同的行銷 讓大家看 從一個小小的蔬菜箱裡面 都能夠吃到我們花東 台東地區 甚至是全台灣 最好吃的野菜 所以我們從上校的這個例子 其實也是呼籲大家好 政府也好 尤其是園民會 其實他有各式各樣的 一種輔導的一個條例 或是一個案子 只要跟上校一樣 就是善用這些資源 的確在你不管是從事 什麼樣子的一個工作 都會是一個 相當具有幫助的一個方式 還有一個非常這個特殊的 就是他當警察當了三十幾年 這麼陽剛的這個工作 但是他內心原來有 非常非常溫柔的一個烹飪 這樣子的一個手藝 來 首長來分享一下 剛主任講 以前拿槍 現在拿慘 對 也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的警察工作 像警察工作就是體驗刺激 警察工作角色 就是要處理社會的疑難雜症 然後現在從事廚師工作 就是享受溫馨 他的確在角色是反差 完全不一樣 因為服務業 然後我一直是秉持一種信念 就是無秉二移的概念 將我自己信仰的愛餐 能夠做成 就是把它實踐在 我自己的生活之上 就是很單純的一個想念跟想法 因為為什麼喜歡做廚藝 我們自己原住民 在部落成長的環境 山上打獵 下海捕魚 那是基本生活技能 就是同齡之間的工作玩耍 就會在野催料理上 就會有一種生活態度 這是也是很單純的技能 也是因為喜歡料理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警察的工作 我們警察過程 不管幹部養成 都會有一些教育訓練 就可能在組織管理 以及執行力的訓練上 才會讓自己要做經營餐廳的一個念頭 所以說我退休之後 也常常跟我同仁分享 因為在他們現在50歲到55歲之間 想退 原則上大部分都是因為工作倦怠 他們才選擇要退休 那如果說因為常常有這種互動 因為像我個人為例 我這四年開了七家實體店 兩部行動餐車 出社會才了解 要出來創業 確實會很多的不簡單 因為做中學嘛 做中學 所以偉唱跟那個想退休的 如果說你今天是因為工作倦怠 就要好好的修身養性 因為我們僅值工作 可以內勤可以做到65歲 65歲大概需要能力 只能做經驗傳承 那實務實力去操作 可能會比較累 比較累 所以我在這段過程當中 都有跟族人上面做一個比較 考警察是一個很好的事業別 當警察之後 真的因為他給條件 在職進修等等的 都會比較穩定 就是要有那樣子的一個 前置的規劃 跟整密的這個生涯 剛剛所長有提到一個口號 叫五品二飲 五品二飲 對 這個是哪五品 五品就是我們自己在 在教會上面的一個概念 那個是教會的一些概念 那除了這個烹飪之外 所長這邊也會利用假日的時間 把你的那些學習的成就 回饋到部落這一段 可不可以簡短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像部落 他比較算是要接觸西餐 美食是比較 因為要走到市區 畢竟在部落 尤其是岩鄉部落 有一段的車程 那小朋友他也不是說想吃 這樣他因為生活便利性 如果說我的行動餐車 開過去 原則上 我們以回饋部落態度 因為部落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我自己因為在都市裡面工作 回鄉之後才知道部落之美 因為孩子的淳樸等等的 所以說我自己行動餐車 因為機動性高 當時也是這種想法 我的行動餐車到部落去 主動提供美食 然後勢必也有很多弱勢啦 因為進到部落 才知道部落的弱勢族群 老實講也不少 他們也會消費不起 然後可能50塊的麵 也會對他來講 也是個經濟負擔 因為上午就會跟派出所 因為派出所他才瞭解 真正的弱勢家人是誰 然後就會跟他們配合 就是這個所長 利用在還在勤的時候 其實已經觀察了 這麼細的一個社會擺態 那退休之後就剛好 把那個時候 你所看到的做一個補足 好這一段 我們請將軍在做 最後的一個這一段 就是我們這樣子聽了以後 不管是軍人 或是警察退下來之後 都只要有心規劃 都會有一些的能力 就可以回饋部落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養成 這個養成 就是因為在國軍裡面 他的養成交易 是非常扎實的 你把那個 因為原住民 他本來就有勤勞 跟很堅韌的意志 意志力在 所以你把這個精神 推廣到社會上去 他是絕對有用 有幫助的 是的 好我們這一段的 討論這邊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繼續我們討論的一題 歡迎回到 世代對話的節目現場 剛剛分享了三位來賓 從擔任軍警的過程 一直到退後的轉變跟生活 那麼在退後的生活 除了自己要找到目標跟事情做之外 另外政府的相關退服的機制 也是最近一個討論的重點 因為明年的基本工資將會調漲到百分之五點二一 定案 那麼明年元旦起的基本的工資 月薪從現行的兩萬四千多 調升到兩萬五千兩百五十元 那麼立委也相當關注軍工教薪資 是否也會跟進來調整 那麼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在十月十二號的時候就表示了 軍工教員工的待遇審議委員會 原先是建議不調薪的 但是因為疫情 目前是獲得了控制 那軍工教也有苦勞 應該讓他們同時享受這個經濟成果 以及鼓勵朝向這個調薪的方向來走 那麼多年沒有東京的軍工教調漲這個薪水 有望調薪到百分之三 那麼這幾天的最新的消息 甚至調薪將近到百分之四 這個聽起來是好消息 那麼在討論之前 我們先來看這一段新聞的畫面 給他們怎麼樣子來肯認 全體軍工教同仁的辛勞 也讓政府帶頭加薪 多年沒動進的軍工教薪水 在日前行政院傳出有望調薪百分之三 即便是令人振奮的消息 但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就指出 過去軍工教員工 待遇就存在不正義的審議程序 像是在過程中就沒有基層代表出席 喊出基層參與審議 也是因為過去在判定調薪的依據 是以消費者物價指數為準 裡頭包含多種消費項目計算 恐怕無法反映民間真正的經濟狀況 不予政府應該以重要民生物價指數來判斷 他們差了大概兩倍多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用消費者物價指數 那有可能因為消費者物價指數 包含三百多項的各項的一個民生物資 包括娛樂甚至一些雜誌的部分 而也因為調薪消息反反復復 讓待遇審議制度化的聲音逐漸浮上檯面 不是說因為某一個人自己大發慈悲也好 或者是他突然想到我們要的是一個制度化 跟公平透明的一個機制 要完善的調薪制度 基層期盼從修法開始 包括公務人員奉集法及教師待遇條例進行調整 在決議的過程中納入集成的聲音 好 回到節目的現場 這個軍公教薪資已經有三年沒有調薪了 那麼行政院日前就表示 為了考量軍公教在防疫振興紓困時期的新老 加上經濟成長率創了十一年來的這個新高 而且目前的稅收也是相當的穩定 所以明年度的軍公教調薪 可望會超過百分之三成為二十五年以來 這個軍公教調薪幅度最高的一次 那目前是尚未定案 那行政院也會做最後的綜合考量 做最後的決定 那麼對於國防部部長表示 辦理借退原住民官兵職業訓練 七月媒合轉任公職考試等等 目前國軍的部分 是有所謂的分類分級退服的措施 那會考量退除官兵的需求 也要兼顧到政府的財政能力 那麼是依據服役年制和貢獻度等等的條件 分為第一類跟第二類退除官兵的這個輔導 那麼如果服役的年制越久 輔導的期限就越長 那輔導的項目也就越多 我們先來看一下圖表第一類 跟第二類的內容 我們先看第一類 第一類的是指這個退除以官兵 是指服役滿十年以上 因為作戰或是因公治病傷或是身心障礙 而失去了工作能力 在退除役之後生計這個困難 需要長期的醫療或是救養 那經過這個三場鑑定之後是合格的 那就會變成所謂的榮譽國民 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的榮民 那麼基本上相關的這個輔導權益 像是就學 就業 就醫等等照顧 是不設期限的 那我們看來看第二章 這個所謂的第二類 第二類是指這個退除以官兵 只是指服役縣役或是服役縣役 四年以上未滿十年 或是這個服役期滿之後 自願留營或是再入營服役縣役 前後加起來超過四年以上未滿十年 退伍之後 那然後解除了所謂的造極者 那輔導的期限是從退伍除役 或是解除造極的時間算起 那輔導的權益也是依服役的年資區 分為六個等級 這個圖表大家請參考 那麼在相關的這個輔導權益上面 是有就學 就業職訊 就醫等等的服務照顧 那麼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將軍 就是我剛剛這個提供了 那麼多的資料 是想讓我們關心 我們這個原住民官兵 或是說我們的退伍軍人的 一些觀眾了解一下 那我們知道將軍呢 你在軍中的時候 也有承辦過這樣子的業務 這個是目前這樣子的一個輔導機制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最近又有什麼樣最新的一個原住民 借退官兵的輔導的這個條例 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 借退官兵的職訊 轉任公職 考試這一段是歷年來就有的 這個政策指導 當然在一百零五年九月這個時候 又特別頒布了這個新的一個政策 也就是服務的項目 跟服務的對象 又擴極到四官兵 早期大概轉任公職 大概就要上校以上 轉任公職 現在沒有 現在就要是你服務的期限 剛剛主持人上面打那個年資 跟輔導的期限 這個都可以 現在都可以 因為他的為了要照顧官兵 這個其實他整個的框架 本來就是要招募人才進來 但是你不能只有把人才招進來之後 沒有退路 所以我們在軍中裡面就講了 待遇 尊嚴 出入 你主要有個出入 待遇 尊嚴 出入 這個是根本性的 這是最基本的東西 所以他在一百年金 剛好那個時候是年金改革 在一百零五年 九月二十一號那個時候 又頒布了 就是讓這些 在軍中裡面 七月沒合 諮詢 退伍前 我們有辦一個職訊 你在退伍前六個月 你就可以去職訊 那那個呢 但還有那個什麼 七月沒合 它是跟退伍會來相互結合的 所以他的 擴極項目就越來越多 後面呢 在一百一十年 六月十號的時候 又行給各機關學校 也就是我們各大學裡面 他們有那個 都透過這個 因為招募的關係 都到各大學裡面做招募 那這些有跟 有在簽自研協定的 協定的部分 那就是發 國防部去發航文給他們 那這些就是無謂的就是說 增加他的那個什麼 服務對象跟服務項目 也普及到哪裡呢 普及到退伍會 勞動部 嚴明會跟農委會 還有觀光局 這幾個 大家借著 退伍之後 可以去職訊 可以去就業 然後呢 他的貸款 利息貸款的 那個什麼補助 這些等等 這裡面網站其實都有 如果這個要講 要講一個多小時 所以這也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將軍為什麼會對這個 退伍機制的條例如數加徵 是因為將軍在職的時候 做的業務 就是針對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這個 我相信將軍當初要 就是在職的時候 做這樣子的一個退伍條例 尤其是針對我們原住民 這個接退官兵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因為你也發現了 剛剛我們在資料上面 所提供的 原住民這個投入軍警的很多 但是也遇到了一些 退役的比較早 離退役會比較高 甚至這個將軍 你也會遇到一些 退役了以後 還要在意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情況 讓大家做一個瞭解一下 其實原住民 其實在部隊裡面 其實他都能夠適應的 當然往往很多環境的因素 他就想退伍 但是在沒有整體規劃的時候 退伍的時候 你的生活一定是比較困苦的 我自己周邊的幾個兄弟姐妹就是 他因為有結婚生子 結果跟外面 退伍之後跟外面沒有銜接好 也就是沒有透過這個機制去訓練 職訓拿到證照 結果退伍之後 所有的工作就失去了重心 然後沒有辦法養家活口 所以再想法又回過頭來去 再申請再入營 那我們也可以幫忙 就是說如果在能力範圍之內 我們盡量把它又回歸到 這個部隊裡面去 然後再好好的去為我們自己 官兵 百姓去服務這樣子 所以剛剛我們在看那個第二類的 那個輔導對象的時候 也的確有 就是你退役了以後再回來 但是你的整個加起來的服役年限 超過四年未滿十年的會歸列在第二類 對 好 已經退役十年 但是在這個從事農業 非常有成就的必上效 就是你退役之前 或是你退伍的那個 退伍的過程當中 這些我們的這個退輔機制 會有提供你什麼樣子的一個幫助 一直到現在的成長嗎 有 其實剛剛將軍他有提到 在部隊裡面除了要讓大家在部隊裡面 能夠安心的工作之外 他會照顧我們的建築 甚至讓我們在退伍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輔導 就學就業或甚至創業都有 那像我本身碰到的案例 我在退伍的時候 當時去考領隊導遊執照 就是參加了退伍會 他專案的一個考試 那他們就會開像這樣 類似這樣的班級課程 然後請了這個專家跟老師 來幫你上課 一直輔導到你考上證照為主 甚至在這段時間 退伍會他甚至都掌握到 主動掌握到我們這些退伍的軍人 那針對我們這些創業的人員 還主動到我們這裡來做浮訪 跟我們說到說創業 他還有一個所謂的利息的補貼 那希望我們能夠多多運用 那同時因為我的農場 也有跟國防部 退伍會跟園民會都有在合作 我們這邊是核定的實習農場 所以當接推官兵很多 他們都對農業有興趣的 甚至都有人到我這裡來實習過 其中就有兩位都是原住民 那後來他們回去之後 都在台東就實際在從事 他的務農的工作 我相信現在在軍中 其實他做的 有關退伍這個機制做得非常好 但是其實我也想要提醒一下 不管現在在限制 或是準備要退役的官兵 要了解自己的性向很重要 對 當你一旦決定時間到借零退伍 或甚至你有其他另外的生涯規劃 你務必要了解到 你自己的性向在哪裡 不要去浪費時間 不斷地去摸索 因為畢竟在軍中 我們已經將所有青春 都奉獻給國家了 希望能夠在退伍的時候 能夠把這個探索的時間盡量縮短 能夠直接就投入到職場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上校的那個呼籲 非常的重要 剛剛將軍所提到的 會有人可能覺得外面的生活 怎麼樣 機會怎麼樣 沒有按照自己的性向 也沒有按照自己的去調查 去了解人營育營 很容易會陷入到 原來想像中的落差 是非常的大 這邊我想請教一下所長 就是我們每次談到退伍 退役 退休的這個所謂的輔導機制 想到的就是軍人 那很少會提到警察或是警官 這一類的這個退役 為什麼 那像您這樣子的退下來之後 很無縫接軌的就接上了烹飪業 自己也開了那麼多的一些 這個算是工作方 那怎麼會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輔導機制 那你是怎麼去做這樣子的經營跟規劃 銜接上 因為我在警察工作 據我瞭解 而且是我個人的經驗 因為警察只有借零退休 可以做到65 可以做到60歲 真的剛剛那個畢上教所講的 生命青春都獻給國家社會了 所以而且養成教育也不容易 然後所以我當然也要等個 也呼籲以限職想退的同事同仁 那也會跟他們說 像以我個人的例子來講 在我退休後的30年54歲 三年我們講薪資 因為一無一忙 近三年的平均是140萬年收入 然後現在退下來之後 當然就是對砍責辦年收60萬 就是越退縫國家給我的保障 當然十年之後還連續打折 所以在想要退休的同仁 我都會跟他們另一方面的思考 你退下來 如果說你沒有房貸 你沒有車貸 你沒有經濟壓力 沒有包袱 那就退下來修身養性 因為僅值的平均壽命 比一般公務人還短 就修身養性就好了 那所以說在自己的考量上 如果說你今天 並沒有規劃好 沒有辦法銜接上 還背負那麼大的經濟壓力 可能面臨的是生存問題 不是生活品質跟水準的問題 大概就會從這一方面 跟大家講 要不要退縫機制 因為警察是跟社會脈動 是連結的 觀念也是與實際進 所以以後要做什麼 老實講警察本身都很清楚 甚至很多還會退休 就已經開始 像是教授 那個授課教師的那種級別了 但是為什麼不能做 可能就是體力等等方面 執行力的問題 像我覺得說 因為我認為我受過 受過這一方面的專業訓練 我的體力尚渴 我自己也有心從事 自己想做的事情 喜歡做就不會累 大概就是這一方面 銜接上 所以說自己本身也會做得很愉快 但是想退休的才能 我也請他考量清楚 盤點一下自己的資產 不要退下來是面臨生存問題 這個從所長的談話當中 他一再的強調就是要修身養性 火的酒 領的酒 人生就贏了 在這個地方我想請教一下 將軍就是剛剛我們也提到 有調整心智的這個空間 當然對於我們這個部落也好 或是說我們的這個原住民青年 想要從事這個軍警的 應該也是一個誘因 那可能會有一些焦慮 或是這個矛盾當中 將軍這邊在對於這種選擇 這樣子的一個生涯規劃裡面 基本的心態 基本的價值觀 我們說三官 你會給予他們什麼樣子的建議 你說退伍 退伍的這些 這些官兵要退伍之前要想清楚 這要想清楚 那剛剛講到 其實我可以回歸到調薪這一段 你說調薪大家都很希望去調薪 因為太久沒有調薪了 但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 每次調薪的時候 調的薪資琳瑯麻木 但是跟他退休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我比較希望說 你要調整薪資 在軍人來講他是個弱勢 你就調整到他的本縫裡面 因為本縫跟他退休 絕對有關係 講到核心 對 講到這個 你調到本縫 跟他退伍 他退休 退休基金 是絕對有關係的 沒錯 所以我們 我是建議國防部 我們不要站在辦公室裡面 寫東西 你要到生涯到基層裡面 他到底需要什麼東西 這個才是 我是覺得 是比較合理可行的 那麼對於這個現在年輕人 有心要投入軍旅或是警察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目前正在選項的年輕人 那將軍這邊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一個建議 其實你不管是投考警察也好 軍人也好 我覺得這個路都很好 只要是軍公教 我覺得都還不錯了 這個路子都很好 軍人有軍人的那個 走的方向 警察要走的方向 但是就我軍人的立場 我招募的東西 都是招募軍人的人才進來 是這樣子 那我也希望說 你既然要選擇軍人 第一個 一直要堅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不要受環境的 外面環境的影響 這樣的話 你會走得更踏實 然後而且走得更長更遠 剛剛將軍的那個建議 真的是很好 不管是這個呼籲 我們國防部的相關政策單位 既然要加薪 加到本縫裡面去 這樣子對這個個人來講 未來他不管是服役幾年 不管他是第幾類的 這個退廚藝的這個輔導 對他來講 都是比較有幫助的 如果你是加在那些加級 什麼的 對他的退伍 真的是沒有多大的一個幫助 好 我們這一段先談到這邊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再來討論 歡迎回到世代對話的節目現場 這個地方我想先從這個所長這邊請教一下 因為所長這邊真的是這個對烹飪相當有 應該是天分 那麼也邀約了花蓮縣原住民廚師 成立了叫花蓮縣原住民創育美食交流協會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協會 然後所長這邊 你打算要用什麼樣子的一個平臺 來把阿美組的傳統料理或是你現在的這個 這個所研究的這個心得 做什麼樣子的一個推展 因為這樣就是因為在擔任緊職工作 所以剛剛所講的 有所謂組織管理跟執行力的訓練 那所以說才想要不光是自己的廚藝提升 還想要就是讓讓自商 因為花蓮嘛 他因為這就是因為疫情這段期間 才有這種這種念頭 因為那個餐飲旅宿業啊 很多的飯店都休息 變成我們自己原住民的廚師 可能在待業期間 我們就常常有聯繫跟聊天 既然你有學西餐 你有學中餐 你有學那個日式料理等等的 但是我們原住民我們這些阿美組嘛 那個怎麼吃草民組 蔬果等等好吃 但是怎麼講 好吃但是沒有賣相 那可不可以結合讓我們自己的檔次 也能夠有所提升 所以說我會讓各個有專長的廚師 看看這個原住民的料理如何做盤飾 如果在風味上嚴肅 原住民的嚴肅不改變 讓大家不論因為有家政班 婦女會文件在嘛 大家互為觀摩討論一下 這個食材可以融入西市 中市 什麼樣的 因為之前B上校今天 本來就要想去拜訪他 因為老實講這個蔬果 讓我們這些阿美組的嚴肅 不會偏離或是怎樣 他那裡就會比較專業 就比較專業 集合我們自己小小的力量 大家提出一點自己的力量 集成大力量 如果說我們今天在於 因為我自己也有跑那個流動夜市 流動夜市如何讓你的品項 成為一個賣點 成為一個商業 可以促進交易 賺到錢的那種思維跟概念 所以我們大家就不要嘗試 自己是族人 我們自己的東西拿來做一個產品展現 看看大家要互為研究 看看如何在部落上的一個 因為我比較關心的是生存的問題 生存要顧肚子 有錢之後才能講求 生活品質跟水準 所以說在這個層次上 我就會跟大家溝通 提供自己的專業諮詢 比如說回去還會再拜訪上校 我們剛剛這個所長在節目上 一直開始在跟我們的B上校 開始拉業務 不過這個聯盟是對的 因為這個上校 這個他是一個生產的 然後剛好他也需要這樣子的一個下游 其實上校他目前也在積極做 這樣子的一個連線 連結 不過剛剛從所長剛剛所分享的 我彷彿聽到了這個保一一直到保五 不同的專業裡面 整合成一個戰鬥單位 這也是在我們軍警的過程當中 所學到的那份專業 真的是應用賦予在這個事業的 第二村的一個精彩 謝謝所長的分享 我們來請教一下我們上校 剛剛你已經接上了你的下游線 就是在這個很多人講 好不容易退下來了 可以睡到自然醒 因為在軍中大家都知道 五點半起號講了之後 你要開始去跑三千公尺什麼的 好不容易退伍了 但是你現在所從事的工作 比五點半還要早起 這個怎麼會怎麼會做 可以睡到自然醒呢 可是你卻選擇的是 還是要做這樣子的一個 比軍人還要更忙碌的工作 但是感覺上你更快樂了 是的 其實我一直很感謝在 不管是在念軍校期間 或是在服役期間 這個絕對不是工為的話 因為我覺得當時 軍中給我的教育就是 簡單的事情 你反覆做你就變成專家 那我一直運用這樣子的想法 我在從事農業 農業不要看似說 它一個種子要長到大 甚至可以收成 它是一個非常多學問 包含在裡面的 我種一試不成功 種兩試不成功 我累積了經驗之後 我就變成專家 那當我在種子的過程當中 如果發現有任何的問題 我自己再去學 我對我自己的取取就是這樣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謝 原本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我們不是每一個從 下部隊之後就階級這麼高 全部都是從最基層 一直幹到這個位置 如果我們能夠找 以前自己比較不太會想 年輕可能花了很多時間 在做一些 可能跟軍中沒有什麼 太大的關係 就一直很想要休假 等到自己覺得說 應該要把軍中 當事業的時候 可能很多時間就浪費掉了 所以其實我在這邊 一直很想要跟 現在部隊在職的 準備要借退的 這個官兵弟兄姐妹們 一定要再提醒 軍中其實不是枯燥乏味 如果你將這個工作 當成事業在經營 你就會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是全心全意的投入 不會去分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過年除夕吃完晚餐之後 大年初一 我們還是要到田裡面去工作 因為你要經營的是事業 而不是工作 那相對的 你在軍中如果說 有這樣子的心態 越年輕能夠奠定自己的 這個基礎跟想法 讓自己能夠很沉穩的 在執行這個事業的話 我相信對你在退休之後 軍中所學 你很快就可以再 把它運用得上了 態度對了 什麼事情都會上位 剛剛我們上校提的 簡單的事情 不斷地重複做 就會變成專家 真的是一個這個座右銘 好 我們來這邊 請教一下將軍 因為我們也知道 將軍從小也是苦上來的 那也是這個從從職校 考上軍官 那是花了一定的時間 然後升到將軍 在軍中裡面 能夠升到將軍 尤其是原住民 真的是不容易 來 我們請將軍 分享一下你的將軍歷程 這個三十八年的軍力生涯 收長不長 收短也不短 只是說把所有的 醫生的這個時間都投入 在這個軍女生涯裡面 當然也很辛苦 但是我是覺得 各行各業都滿辛苦的 只是說因為你在這個磁場上面 你就要針對這個磁場上 要去用心 不好意思 因為要升到將軍 實際上原住民的人才 人才技技 這個是人才很多 但是要升到將軍 也不太... 剛剛主婦人講也不太容易 但是我是... 因為軍中的組織架構 它本來就是個金字塔型的 對 越往上發展 升多升少 這個困難度自然就增加 那個你就把那個吃苦當吃苦 也就把它當作是一個歷練 也是把它當作一個經驗 然後軍官跟士官又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以下幾個 就特別去勉勵大家 就是一個努力的 制定自己的目標 我進去之後我是要... 不管是士官 我什麼時間 什麼點可以升到士官長 那軍官的部分 從少衛一直到上校這一段 然後再升到少將這一段 那每個階層 每個階段 都有他的努力的目標 所以我不可能說我剛進去 我就想說我要升將軍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一定是他有一個階段 有位級 有校級 有將軍這一段 當然我就說目標要確定好 第二個就是說 不斷地充實自我 因為不管... 因為在軍官部分 你要有正規班 要有陸戰彥這段 甚至還有攻讀碩博士的 這個都是...都有幫助了 所以我們不斷地去充實自己 第三個就是說態度決定一切 所有工作就是態度決定一切 沒有人可以決定你 是你自己去決定 這個任務是怎麼去完成的 第四個就是改變自己的人生觀 就跟我現在在軍中 跟退休之後 這個人生完全都不一樣的 你不要認為說我退休之後 我就是高高在那 不可能沒有人會接受你 我要從零開始 就跟我... 我曾經帶陸軍 然後又轉到聯勤 陸軍跟聯勤的 這個工作性質不一樣 所以我還從零開始學習 所以人生觀點 要不斷地去改變 第五個就是說 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跟制度 生活習慣要維持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六個就是說 做好人際關係 我這邊不可諱言 因為原住民比較開朗 豁達 所以相處之間是很容易的 但是也是有很多陷阱的 所以我是說 人際關係不是靠... 是靠我們每天的互動 而不是靠其他的東西 來去支撐 不是 是平常你的工作性質 平常你對人 進退應對 這個都是人際關係的培養出來 第七個 最後一個就是 堅持就是最後的選擇 當初我在... 因為我是裝科班 正常來講我七十三年任官 七十九年就應該退伍了 但是無形中碰到了很多的貴人 那個時候我就沒有退伍 那我就想說 錯到底就是對的 就繼續走下來 就是朝著自己的目標這樣走下來 但是這裡面 也碰到了很多的貴人 所以我特別也要感謝這些貴人 這個... 能夠最後呢 升到將軍 但原住民在部隊裡面 他真的也是很辛苦 所以...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努力 好 謝謝...謝謝將軍的這個分享 那當然我們引用了 這個麥克爾斯的將軍所講的話 就是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那我們今天是完成軍警人生 奉獻社會一生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